今天主祕你是以你私人閨蜜好朋友認識多年的韓市長跟夫人的好朋友的身份去喬版稅 還是用高雄市政府觀光局主任秘書的角度去喬版稅 就看到高議員你的質詢都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您的回答也長得很奇怪啊 今天主祕你是以你私人閨蜜好朋友認識多年的韓市長跟夫人的好朋友的身份去喬版稅 還是用高雄市政府觀光局主任秘書的角度去喬版稅 那第二個請問一下喬這個版稅是喬你的私事 請問一下您是用個人的身份但是您同時具有觀光局主祕的身份 你是不是利用了權勢去喬自己的私事 所以我今天要在這邊講的其實不是在質疑什麼東西 就是行政倫理的問題 高議員用了太多錯誤的資訊 真的而且非常的負面 第一個問題您剛剛有用錯誤的資訊 昨天我跟新聞界的好朋友講 高女士是我太太的閨蜜 我可能會這樣講話嗎 第二請高議員看清楚 我左邊的葉框石副市長跟這些官員 我任用的是我的閨蜜嗎 大學辦公辦讀在出版社會 所以他有出版經驗 我拜託他去協調 因為我對出版這塊很陌生 他出動幫我去協調出版的時候 他還沒有進入高雄市政府 也就是今年1月4號 他去協調 你現在一定要把這個資料混在一起 我去看到高議員你的質詢都覺得很奇怪 昨天您的回答也常都很奇怪 因為您用了非常多的負面的聯想 議員 他在幫忙協調的時候 他還沒有進入高雄市政府 我聽到了 好麻煩你不要再沿用下去 請坐 市長啊 你的這個EQ好像不太好耶 我不是EQ不太好高議員 因為你每一次質詢都是非常負面 你還沒聽我講完嘛 跟你同選區落選的議員 現在在幹什麼職務 每個人有自己的 每個人有自己的去處啊 幹嘛提到其他的人呢 你們民進黨永遠雙重標準啊 時間暫停 如果市長要一直這樣子 佔用我的時間的話 好啦好 謝謝 好 謝謝 請市長尊重議員的質詢時間 其實那個真的就是純幫忙 完全沒有21%這件事 完全沒有 因為是我去談的 所以其實一開始我們就跟時報說 市長他希望板稅高一點是因為 他未來他要一波一波的做公益 其實市長在一開始他就講了這件事 其實我們一開始就跟黃小姐有講了 在一開始就有跟他說 市長很謝謝他這麼辛苦寫了這本書 那給他 請問他說你是要拿板稅呢 還是要拿稿費 那其實黃小姐後來他並沒有當面回答我 他用簡訊回答給我們市長夫人 他自己說他放棄版權 然後要拿稿費 拿稿費 那他那時候開了12萬 然後一個字3塊4萬字這樣 那後來我們市長夫人還 就是給了他20萬 其實市長跟市長夫人到現在都還覺得 他真的是一個好朋友 他們很謝謝他曾經幫過他們兩位 他也能給他一次 那就能給他一次 請問說要不要再來 他卻對付大力 但是現在都不用搶 他現在的鄉夫人 他真的給他一aps